一个谁穿谁好看的款式 我配一个白色的包包呢 是绝对绝对就不会出错的 冰淇淋很奶的感觉 整个就是休闲的糖果少女 偷偷地说一下 我觉得这件衣服也是蛮显凶的 浪漫的法师复古的这种烹烹袖 听大家有没有在跟刘跟红跳操呢 雅诗兰带的金花水 线币家的雷射瓶 Valmont家的新的Lumi系列 包装就是非常的流光溢彩的 这代客的散粉 元气很粉嫩的一期购物分享啦 Hello everyone 这里是坤坤呀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期日常的夏季购物分享 然后把买到的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的 然后非常鲜的一些单品 然后一起来分享给你们 前半部分呢是衣服为主 然后后半部分呢是有一些护肤品的推荐 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一件 就我特别喜欢的Aresia这件 中间有cut off的这一件小连衣裙 这一件连衣裙真的是谁穿都会非常好看 有一点点宽肩大的cut off的这种连衣裙 它有个小心机就是它肋骨这个地方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这种掏洞 可以给大家站起来看一下 整体下面呢是一个这种包臀的连衣裙的形式 把身材显得特别特别的好 如果你是白皮的小姐妹们 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入紫色这个颜色 因为就是那种非常温温柔柔的 然后在夏天里面就感觉像一只香鱼冰淇淋的感觉 颜色真的非常的多 粉啊然后前蓝啊各个颜色都有 我上身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个这种短款 然后它家其实也有出长款 就是更加的温婉 然后可以搭配小高跟鞋 像短款的这一款我觉得是更加的适合日常啊 一个谁穿谁好看的款式 我穿完这个裙子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我手上戴的一个小戒指 这个是我在Okenpro买的一个小戒指 我买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和这个裙子的颜色也太搭配了吧 相互色系的这种小戒指 呼应一下还是蛮可爱的 之前我不是去VM排队了吗 给大家分享几个在他们家买的小东西 他们家的夜下包 然后我自己配了一个小小的可爱的这个Melody 然后这个款式呢就是一个白色的 有稍微带一丢丢的暗纹 它的整体呢摸起来就是那种偏皮质的料子 然后但是非常的柔软 感觉夏天的时候呢 大家其实上身的这种五彩缤纷的颜色会比较多 然后你搭配一个白色的包包呢 是绝对绝对就不会出错的 去它店里买的时候呢 其实我发现它有的时候是店后面会放一些存货 但它并不会摆到前面来 你就可以跟他说我想要这个包 他们家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包型 你有没有别的颜色或者是别的材料 然后热心的小姐姐们呢 就会去后台帮你们找 然后又摆搭又方便又时髦 非常好的一个包包的选择 抽带绑带形式的这种小半裙 虽然他们家的衣服都是one size 但是呢这个款式就非常的适合所有人 因为它是以这种绑带形式的 就你这边可以自由的调节它的长度和它的大小 白色的底上面带的是一些小小的郁金香啊 粉色黄色再加一些绿叶子 整体的这个色彩搭配就很好看 他们家还有同款的蓝色跟粉色也很出圈 是这种棉麻的料质 在夏天呢就是非常的凉快 他们家买了一件小背心 带有小小的蕾丝花边的就是相对可爱一些 它整体是一个奶油白色 然后搭配上它前面这一个cupcake的一个小天使 就更加的搭配了 就是冰淇淋很奶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下BM 买了两条小项链搭配在纯白的T恤上面 然后来做一点小文章 因为它这种彩色的嘛就非常的色彩斑斓 一个我买的是这种小珍珠 然后带有不同颜色的小项链的这一款 另外一款呢就是纯的一个绿色的小花花 然后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小花花真的是超级的淡雅 就是和我平时日常的那种小项链都不一样 然后这两个我是准备买起来 然后迭代的就出彩的 然后你可以搭配彩色的那种渔夫帽啊 一整个就是休闲的糖果少女 这个是我就是在Instagram上面 然后被种草的 然后刷到他们家的广告 然后我就去买了 我觉得价格非常OK 很惊喜 再来说一件这个粉红色的连衣裙长款 我过生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件 这件真的是超温柔 而且很纯郁的感觉 就是小姐妹们看到我的照片 都会夸这条裙子买的很OK 这个它就是一个长款的这种沙沙的裙子 它是以粉白色打底 然后上面是带了红色的小玫瑰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在它的胸前 就是胸部下面这个地方 其实跟这个裙子一样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cut off 做得非常的仙气飘飘 像它的这个袖子这边处理的就很好 都是这种像这种公主类型的泡泡袖 虽然它是一个长裙 但是随着风的飘逸呢 它会有那个裙板的摆动啊 所以一点也不会觉得很磁板什么的 然后它整体呢就是腰这个地方掐得很细 整个人的比例非常好 而且偷偷地说一下 我觉得这件衣服也是蛮显凶的 绿色的小格子套装 这种棉麻的料子 然后我选的是白白色跟绿色的拼接 就是比较清新 比较是走的这种小小的宫廷感 像它前面的这个小领子啊 包括它的袖子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点很浪漫的法师复古的这种喷喷秀 后装的精髓就在于说你一整个搭配出来呢 就会显得你整体非常的精致 Tollister家买了两条类似这种运动风的小短裤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跟刘跟红跳操呢 健身风潮 所以大家好像最近运动的人都越来越多了 运动也可以穿 然后平时日常也都可以穿的 黑色白色各一条 因为我觉得可以搭配平时不同的场合 整体呢是一个两层的形式 就它外面是这种很飘逸的 有气的这种料子 那它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点像lagging的那种料子 所以说很多女孩子穿短裤健身的时候 有的时候如果你做一些下腹部的运动的时候 可能你的短裤太宽松 可能走光的这个困扰 但这种裤子就完全不会 因为它下面这个地方给你包的很紧 它是像lagging一样 所以穿上这种裤子去健身的时候 再也不会觉得尴尬了 这腰风非常的高 有一点点像那种拳击裤的感觉 它会把你整个腰也全部包裹住 露出来的就是你大概肋骨这个部位 非常瘦非常细的地方 整体呢你上面再去搭那种小的crop top 比如说到这里的小上衣啊 再去搭这种小短裤就会非常有感觉 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护肤品 雅诗兰黛的樱花水 小伙伴给我种草了这个微精水 这点也不粘腻 我身边有干皮的朋友 也有油皮的朋友 包括我中混合系的 用了这款都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就马上的去入手了这一片 这一款是更加适合油皮 然后也更加适合夏天去用 而且它上面这个樱花的这个粉粉嫩嫩的这个小感觉 也是颜值满分 跟小棕瓶一样的一个成分叫双酵母精粹 细微的这个分子精华呢 它是能够快速的溶解到你的皮肤里面去 混合的换肤 然后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 线币家的雷射瓶 然后他们家前段时间有个特别好的活动 就是买衣送衣 买30毫升送30毫升 我觉得真的太划算了 因为我之前是自己有买过一个这个50毫升的 我已经完全把它空瓶了 它给我的感觉就用完了之后呢 不会说真的 比如说你的斑会变得非常少 但是它整体能给我感觉到有一个整体净腹的作用 变得更加的透白一些的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很值得用的 而且这款好便宜啊 性价比简直就是满分 尤其这个官网又做了活动 建议大家每次用的时候 最起码要用一次用三蹦以上 如果你用那种一到两蹦呢 其实我觉得它的效果就会降低非常多 既然它这么便宜 我们就大胆的用起来 它这个就算用了三蹦以上 我也完全不会觉得油腻 也没有觉得它会就是后续上妆搓泥 完全没有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非常安心的使用 而且对于敏感肌来说 这款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美白精华 用了它也不会担心有过敏的问题 Valmont的这个新的Lumi系列 这个水简直我当时买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颜值也太高了吧 就是这个瓶子 主打的就是一个患肤和清洁的作用 温和就去掉你一些皮肤上的角质 而且它这个比较好的是 它是一个按压头 所以就你不用倒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卫生的一个选择 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波3CE最近刚刚新出的热辣辣烫手的一个流光烟粉系列 包装 就是非常的流光溢彩的这种粉紫色 眼影盘 Auto Focus 一整个这种烟紫色和烟粉色的结合 而且说白了 我觉得它这款的所有颜色都能用得上 就非常的日常 不会说有哪一个颜色是用不上的 比较开心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些粉质啊 都非常的细腻 不会有一个就是那种飞粉的情况 这个价位对应他们家的这个粉质还是很OK的 Bling Bling的眼影棒 这个色号是Hidden Andrew 这个颜色就是非常漂亮的这种粉色的人鱼肌 结佳在结断的那个地方呢就嫌弃满满 然后就非常像这种那种雨军最近里面那种大尾巴鱼的 这种波光淋漓的感觉 这个腮红这个颜色是City Moon 中国的腮红里面最正的一个烟粉色 它就是非常的那种灰粉调 是那种非常可爱元气的那种嫩嫩的少女感 它可以出神了 真的是非常好看 雾面的唇釉 这次的新色呢是叫Early Hour 这个颜色呢就是那种有一点娇艳的玫瑰豆沙色 上嘴巴之后就整体变得非常的雾面 看一下在手上它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一个雾面了 身下必备的这种粉感的这种玫瑰的感觉 就是很得人心 戴客的散粉 他们家这个散粉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买的是这个004号 透到完全不会改变任何妆容的感觉 经典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家这个粉扑 就是用了他们家粉扑的人 再去用别人家的粉扑上散粉呢 都会觉得差点意思 非常的舒服 上脸之后啊就是感觉很柔和的那种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们家这个粉扑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和价位 也是我觉得是属于便宜大碗系列的 今天的这一期的购物分享就是到这里了 整体呢就是一种元气很粉嫩的一期购物分享了 就是因为感觉到春夏了大家都会喜欢买颜色更加鲜艳的衣服呀 或者是想要买更加粉纷的一些彩妆啊 或者是护肤相关的东西 如果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就先给我的频道点一个赞 点一个关注你的任何一个形式的支持跟鼓励 对我来说呢 都是莫大的一个支持啦 好啦 这里是你们的空空呀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